我低下头去看时,只见那相片上是一个西方少女,背景是一片麦田,麦浪称住少女的发浪,显得那么和谐,那么悦目,而那少女的眼神,一看便知道是极其多情的那种,和此记那年轻人的眼神,差不了多少,你的爱人。 我看了一会儿,抬起头来问,对方点了点头,他死了,我又问,当然是根据他此记忧伤的神情,但是他却摇了摇头,我感到自己太冒昧了,像火堆靠近了些不再言语,那年轻人忽然道,你为什么要提醒我? 我只是淡淡地一笑,道,你一定要知道吗?那年轻人道,是,那么,我说,就像我一定要设法,将你送到北太极门掌门人那里去,不令你再沉沦下去一样的道理,那年轻人突然仰起头来,哈哈,一笑,神情之间,像是十分巨傲,他虽然没有开口说话,但是我已然看得出他的意思, 只说我没有能力将他擒住,交由北太极门的掌门人发落,你笑什么?我明知故问,我笑,我笑你的口气好大,他直言不讳,我喜欢这样的人,我从大衣口袋中,取出那一袋钻石来,搁在离火堆两丈开外的一块石头上,道,那我们不妨试一试,看谁能抢到那袋钻石,他连眼角都不向那袋钻石转动一下, 只是冷冷地道,好,不妨试一试,我给他傲慢的态度,也聊得有一点恼怒,而且,有闻得人家说,北太极门,在太极拳,建的功夫上,另有新的发展,不是掌门人迪传弟子,并不外传,眼前这个人,年纪虽轻,武功造义,已至如此地步,当然一定是北太极门的迪传弟子, 如果他是的话,看他仔细的态度,毫不惊慌,难道北太极门的掌门人,也已然同流合污,真是如此的话,将来不免有冲突之日,何不在今日,先是一试北太极门的真实本领, 我想了想,便道,你听好了,我数到三,大家一起发动,他只是冷冷地点了点头,仍是一派不在乎的神器,背对住那带钻石,我气了一口气,数到,一,二,三,我自己数数字,当然要占一点便宜,一个,三字才出口,一个剑步,我已然向那带钻石掠去,而就在此际,只见他一个倒栽, 凌空翻起,一阵清风,竟然敢在我前面,我趁住他在我身旁掠过之际,突然一伸手,将他后肩抓了出去,那一抓,乃是琴拿法中的背部麻心抓法,以时中二指,插向他的肩颈穴,同时,大拇指从他的肩胛骨侠端之下骨缝之中插入,只要一被我拿中,略意发动,他便酸麻不堪, 不但不能动盘,我大拇指所插之处,乃是琴尾穴,力道重了,他可能受重伤,我当然无意令得他受重伤,所以出手,只是以快为主,用的力量,并不是十分的大 谢谢大家